北宋统一之后 签订了所谈的谭渊之盟 维持了大概110多年的和平 后来跟西夏也签订了合约 大概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和平 在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 跟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准 大概至少领先欧洲200年 中国并没有因为在技术上 跟航海上面的优势 建构所谓的殖民地 跟后来西方历史可以形成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欢迎收看今天的呼来座谈 不是胡来乱说 是认真来座谈 今天我们一样 透过所谓的远端连线的方式 来连线谁 我想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人 让我们来欢迎台湾大学 历史学博士王立本老师 小小好 主持人好 应该讲全世界的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是这个我们现在都有非常多海外的好朋友 大家都一起在送食 我想这个谈中国历史 应该是全球华人 大家都会特别来瞩目了 对 那今天要来谈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接续上一周的话题 上周我们其实就从这个 所谓中国领土扩增这件事 我们其实才谈到最近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当中 这个中方一直强调太平洋很大 荣德下美中两国 形成所谓的新大国关系 那很多人说不对啊 这个中国一定也想称霸 一定想像美国一样 但是因为基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从了这个中国历史来爬梳 我们远溯先秦一直到了唐代发现 事实上中国的这个领土主要跟帝王的性格 主要跟这个农肯区的需求有关系 对没错 但是在这个唐代之前呢 它主要是发生在陆地上 而且呢 它呢 这个在这个各个方向往西往北 这个发展都非常的庞大 不过呢 从这个唐代一降 我们知道就进入了北宋时代 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北宋的疆域图 宋朝呢 是一个强敌环势的时代 事实上也不是说宋朝 从所谓的唐朝中期之后呢 北边的强敌呢 就再次的兴起 包括呢 有所谓的回狐 然后有这个后图厥 还有呢 这个最厉害的就是吐蕃 吐蕃是非常能打善战 一百多年 对 两边相爱相伤 前后将近要200年 是连首都啊 这个长安都给他供进去 学校我们是不是可以 大家常在讲啊 这个从隋唐到宋啊 是一个中古变革 那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在 从唐朝这种开放的社会 它这个往外啊 这个扩展的很大 那我们上期也提到 这跟所谓的这个气候相对 温暖湿润有关系 到了宋朝有什么样变化 使得这个地图啊 变了一番 从这个我们常看到的巨大的唐朝 变成这么小的一个宋朝 好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 这个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 叫做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是日本学者在近代提出的一个观念 像西岛定生等等这样一观 主要简单讲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唐朝中叶之后 中国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就中国开始从过去的一个多元性开放的帝国走向 为一个保守的汉族的帝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氏族政治开始没落 氏族政治开始那以科举考试为主 直接从广大的农民群众当中来征选 因为透过考试制度来征选民间的巨艳参与政府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中国不在 中国就是对所谓的海外开拓 或者说跟其他的民族 不同的文明接触的兴趣就降低 简单说中国就开始从外向变成内向 从开放变成保守 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大概到了1990年代之后 许多人就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质疑 然后就是说没有错 中国在这个唐朝尤其安史之乱之后 大时代的这个繁华过去了 但并不代表中国就完全走向了一个封闭跟保守 北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我们知道北宋它是结束所谓的五代十国 其实到了五代十国时代 其实整个中国的发展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这张北宋的地图 我们就晓得 比如说当时这个河北省三西省的一部分 所谓的烟云十六轴就已经完全被北方的强大的气单 又称叫辽国所占领 因为这个石敬堂割让 另外我们看这个西夏 西夏也占领了今天的河套跟河西走廊 也就是说中国向北向西在大陆上都面对了 面对因为强敌环势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像这个汉唐事情一样 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面进行一些经营 但是研究两宋史的学者也都认为 也就是因为这样 大概从五代十国的中后期之后 整个中国的立国形势就发生了一个改变 就从过去的做东亚面西亚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转过来变成什么 变成做大陆面海洋 做路面海 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把 因为在大陆上有这样的一个阻碍 有强敌的阻碍 让中国人的眼光开始投向了海洋 投向了海洋 所以在五代十国时期 几个南方几个国家 像南唐 像吴越 像敏国 就今天福建 敏国 像南汉国 这些国家的海外贸易都非常发达 对高丽 对日本 对东南亚各国 南汉国甚至于 南汉国国王甚至于他其中一个太太 竟然是波斯人 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整个中国在东南亚跟印度洋地区 就已经开始非常的活跃 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等到北宋统一之后 我们知道后来跟北方的强敌契丹 签订了所谓的谭渊之盟 谭渊之盟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维持了大概110多年的和平 后来跟西夏也签订了合约 大概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和平 所以北方的局势就稳定了 他的疆域也固定了 那整个这个北宋政权 就像我们上次所说 一方面就开始经营消化 他本身拥有的领土 二方面 北宋政权也开始怎么样 也开始把国力向海外投射 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举个例子 在唐朝的时候 唐朝只在广州设立了所谓的四伯师 四伯师就是管理海外贸易 另外洋人进出中国 另外就是来中国贸易 有点像我们今天叫海关 或大陆叫边检 有点类似这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到了北宋之后 这个就完完全全 是一番全新的面貌 除了在广州之外 还在临安 就今天的杭州 另外在明州 明州就现在宁波 泉州 密州 密州就今天山东 另外在浙江的嘉兴 江苏的镇江 平江 平江就今天的苏州 另外浙江的温州 另外江英 另外还有上海镇 这些地方都设立四伯师 你看北从山东南到 南到今天的广州 其中居于中心位置的 就是今天的泉州 是在这边 这一张是所谓的海上思路 就是唐宋时期的 其实他不是宋朝突然发展出来的 不是 他是唐朝就已经相对新生 不过唐朝因为陆地上的经历 还是叫我们被重视 因为唐朝人这个马 非常的多 有些数字呢 说唐朝人动辄是 以几十万匹马 作为基本储备的 所以他动辄可以发动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寄兵部队 驰骋于这个疆场 所以可以知道唐朝人确实武功 还有在陆战上面的强势 因为我们知道 机动性一直都是打仗最重要 刚才学长所提到的 我们把地图往这边一拉 你就可以看到 他这里其实就已经把几个 比较重要的港口给标出来 没错 学长都有念到 比如说泉州 福州 温州 广州 当然他没有全标 那扬州这个地方 其实他不是在海上 他应该是在陆地上 他一个大运河的一个连结 这里是陆地 所以其实学长刚才提到 就是在海上的兴趣的增加 其实也跟整个国家的形势的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宋朝变成 他受困于陆域之上 但是他有一个北边相对的疆域 那到了南宋的时候 形势更艰困 因为经朝更强大 更凶猛 而且其实战河相对更不稳定 所以从北宋往南宋在走的时候 是不是对海上的这件事情更重要 对 其实讲起来 历史有的时候我们要拉长 就是我常讲的 看历史要有众生 对不对 当年北宋消灭了 吴越跟南唐这些南方的国家 所以他这个号称统一 但是经过了150年 北宋在北方被惊人占领 那这个宋朝唯一的一个王子 康王造构 很幸运 很侥幸逃到南方 最后在南方站稳了脚跟 最后本来宋的国家的核心在哪里 在今天的杭州 也就是说 他消灭了吴越跟南唐 150年后 北宋朝廷竟然又逃到南方 又在吴越南唐这些国家的领土上面 当你在国家领土上面 建立了他的政权 所以有时候历史就是充满了这种讽刺 但是南宋的经济跟手工业更为发达 我们先稍微讲 其实从北宋开始 中国主要的对外输出品 就是所谓的手工艺品 像丝绸 纺织品 茶叶 另外就是后来的像陶瓷 这些大量的这些手工艺品 就经由我们刚讲这些港口 还有中国的商人 开始向海外贩售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中亚细亚也有土耳其帝国的主党 所以当时欧洲人也在想 欧洲人也透过一部分阿拉伯人 或者欧洲人自己 像马可波罗就是个例子 想了各种办法 也跟东方这边取得联络 所以当时的印度洋跟南太平洋 其实是非常热闹的 成为一个商品交换的一个孔道 中国的商品大概都在 我们刚讲印度洋南太平洋 这台没错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图 经由我刚讲的这样一个交换的方式 流入了欧洲 也让当时的世界各国也都知道东方有一个文明 而且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我们知道南宋的绍兴和义 其实绍兴和义又是一个大概长达将近120年这样的一个和平 让南宋跟京 虽然还是有军事冲突 但大致上来讲 双方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安无事 所以南宋一方面就开始发展他的城市经济 我们知道南宋 我们上次有讲过 根据民国时期一个历史学家 叫赵刚先生 他的中国城市指论集 里面就根据各种史料做一个推广 当时南宋的首都林安 就今天杭州人口大概有450万 我告诉各位这个推广是很保守的 甚至当时有西方学者认为大概有800万这么多 800万 我觉得800万是有点夸张 450万应该是可信的 所以当时整个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整个浙江福建这些地区 他的经济是何等的繁荣 都是这种百万等级的大城市 我们刚刚讲到了泉州 泉州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重要 最繁荣的港口 我们今天到泉州去 还可以看到波斯人的仙慈 就是拜火教的 另外还有清真寺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当年留下的遗迹 我们看了 我个人看了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到泉州 所以当时的泉州是 不但是东方最繁荣的港口 也是世界东西贸易物资交换的一个中心 也吸引了当时各国的人民来居住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南北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南北宋时期 中国对户口制度基本松绑 基本松绑 对没错 在唐代还有所谓的租庸吊制 后来还有两岁法制 两岁法其实就松绑了 但是还是没有到一个非常彻底的地步 到了两岁时期彻底松绑 也就是农民可以迁移到城市 不同城市之间的人民也可以任意迁移活动 其实这个很重要 这就代表一件事 就是人民一定程度上有经商跟迁徙的自由 可以带着我的财产四处流动 其实这也就是促成的大城市的一个发展 城市经济的兴起 对城市经济的兴起 这边我帮学长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租庸吊法 其实他就是说根据实务原则 这个租就是指填租 就是要收这个田产 对没错 你的产出来 你如果今天产出来 你一定要有户口 对那当然他同一时间 他也实施所谓的这个伏兵制度 所以他这个跟土地有绑定 所以是一体的 对我收你税用土地加人头 那同一时间我土地也是土地加人头 所以他是一个双绑定 就是我给你土地 但是同时你也要通过土地来回馈王朝 对没错 但是当然到了在北方实行可能好一点 到南边的话就南 比较实行的没那么好 那两岁法基本就开始对这个松动 因为两岁法 它这个税收的方式就已经不再是实务 它是以前嘛 那如果以前的话 我只要缴得出钱就好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 对我人在哪里就不重要 对其实到了宋代啊 他就是因为这样 他就基本这个已经 株庸调已经维系不可能嘛 那主要因为你主要 株庸调的这个阻力啊 也是在北方 那北方的这个 这个有强敌啊 各种原金条件 那还有一个就是社会阶层的改变啊 就像刚才学长其实有提到 直接向农民来争取 所谓的当中的精英 来进入政府的官僚体系 对没错 过去是四家大族 那四家大族他是会有蓄奴的 再不济 这个就是也会有吓人之类的 所以他的儒弊制度 所以其实唐代是一个阶层社会啊 所以以上帮大家这个补充 到了宋代他就是一个庶民化的社会 我们看当时宋代对所谓海外贸易的管理 已经非常的非常的完备了 到这个北宋中叶宋城中的时候 其实就颁布所谓的广州四伯小法 后来就颁布到各个港口去住 各个港口去实行 所以他在这个各个港口都设立所谓的翻式 翻式就是外国商店经营区 另外还有所谓的翻访 翻就是那个红毛翻的翻 什么是翻访呢 就是外国人可以在这里长期居住 甚至还有所谓的翻学 什么是翻学呢 就是洋人住在中国的小孩可以在这里上学 所以这个日本学者认为说当时说从唐代之后 中国走向内向 起码在宋代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其实宋代是一个非常心胸非常开阔 而且朝廷相对开明温和的一个朝代 陈颖雀先生有说过 中国的古文明到了梁宋已经达到登峰造极 不论是城市经济 不论是工艺生产 无论是民间的商业活力 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 到了这个宋朝晚期之后 中国开始发行全世界最早的纸币 开始有所谓的准备金制度 因为国内的经济 还有商品流动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已经超越了食物上限了 因为就没有这么多铜 没有这么多金银 贵重金属可以去做钱了 李约瑟先生在他的中国科技与世界文明里面就有讲过 在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 跟整个国家的技术科技发展水准 大概至少领先欧洲200年 这绝对是可能的 所以当时宋朝繁荣的经济 一个开放的态度 另外还有非常频繁的海外贸易 都让整个中国的立国形势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从过去整个朝廷的眼光是投向北方 跟这个欧亚大陆的内陆 现在转为你是坐海面路 所以当时宋代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文明一个 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刚才学长提到这个中古变革 事实上在历史学上是常常有人在讨论的议题 这个讨论的议题事实上就会把它说从开放性变保守性 但从学长的分析来看 我也相对是认同 就是说事实上并不是变保守性 而是因应的实际的需要而调整 同一时期宋代的生产力也是大幅上升 当然 刚才学长有提到说开始使用纸币 比如说本上我们课本都有学过 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 对不对叫什么呢 胶脂 然后到了这个男生叫惠子 惠子 这个胶脂惠子 又有念筷子 不管你算什么 这个是社会的惠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一种纸币的系统 对没错 这个的需求基本除了你要贸易 你贸易要拿出东西 那你就是所谓的社会生产力的上升 那社会生产力上升 比如说这以前也学过了 赞成道 也就是早收到 我就迅速的可以怎样 大量的这个农业 它可以再用更少的这个土地 那花费相近的人力 可是它却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来承受 很多人说 那这个宋朝这么样的这个复数 它可是为什么到了元朝的时候 还是被消灭了 学长这个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你说你宋朝这个 好吧你不外扩是你无力不行 那但元朝人还是把你消灭了 我们应该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这个元朝跟南宋的战争 总共打了45年 对 历任三任大汉 还有一任大汉在对南宋的战争当中 作战阵亡 作战阵亡 割汉 对没错 可是各位知道吗 蒙古人很少欧亚大陆 所向无敌 对不对 那蒙古人在欧亚大陆 很少只花了大概不到20年 是 对 所以当时忽必略就讲 男人就是南方人 男人看似弱小 实为无知尽敌 他讲说千万不要小看南宋 其实我们今天从蒙古人的记载 以及当时跟蒙古人一起作战 就帮助蒙古人作战的色目人 就是今天中亚西亚人 他们的记载来看 他们对南宋的评价都非常高 他认为南宋当时有全世界最精良的水师 长江上面有非常精良 南宋普遍配置火药武器 在这个船上或陆地上 普遍配置火药武器 还有各种防守城市的不是工程 防守城市的各种器械 南宋的军队很会打防御战 对 因为南北宋一百多年 他都处在首次的态势 很会打防御战 而很会经营一些很坚固的城市 比如说最有名襄阳城 对 大家都知道的 襄阳城不是靠郭靖在手的 那个小说里面讲的很没有用 那个吕文焕 对 襄阳首将吕文焕 还有他的应该是弟弟吧 吕文德 其实吕家兄弟很厉害 吕家兄弟很能打仗 让蒙古人吃了不少亏 因为浙江河州钓鱼城 就今天的重庆 重庆河州钓鱼城 对 都是非常坚固的城市 南宋它整个国家的国力很发达 所以它有 再加上它有比较完整的交通运输线 所以当蒙古人在 向南宋的重点前线 就长江南北的前线重点城市 进行所谓的攻击的时候 后方的物资就源源不断的到来 所以让蒙古人非常的头痛 这个仗打了很久 后来蒙古人打败南宋也是用汉人来打 因为蒙古人他就过不了 因为一个用汉人又用舍木人 蒙古人搞回回轿 另外还有就是找野董水战的汉人 最后才把南宋 当然南宋朝廷后来也不行了 南宋朝廷非常的腐败 我想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最后一战 牙山海战 主力的最绝是要在 这个 牙山 今天澳门附近 对就基本要打到水上才能把 真正的把宋朝人给歼灭 南宋的覆灭 其实我们今天回顾起来 当然历史不能够 就是说不能假设 但是南宋的覆灭是让人觉得非常惋惜的 因为当时中国 已经有许许多多 学者都有差不多的看法 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其实已经到达 我们从它整个物资的发展 还有它整个技术的水平 跟城市的水平 已经到达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 其实差不了多少 差不多跟17世纪的欧洲 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当时南宋是 再加上还有海外贸易 建构一个海外贸易网 所以当时有人认为说 如果再给南宋100年 或许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有可能会改写 都有可能 我个人是也相信这个看法 但历史当然不能假设 所以南宋最后还是在蒙古 庞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经过45年漫长的抗战 最后还是覆灭 但是还是留下非常多的遗产 比如说整个中国 南北经济重心的对调的 完全的完成就是在南宋 同时之后中国就是南强与北 在经济上南强与北 这个状况一直到今天大概八九百年 八百年的吧 是七八百年 完全不可逆 就完全不可逆 其实可能还在拉大 可能还在拉大当中 对 其实从这个保障名额这件事情 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啊 有钱就能读书嘛 读书人才就多嘛 从明代开始 一定要实施所谓的南北卷 不然北方人考不过南方人 对就是配额制嘛 到今天 到今天的所谓的高效系统 他还是在实施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配额 你一定要保护啦 不然就很麻烦 其余人才会失衡 主要就是说你会变成说 如果正常来讲 南方人的认官比例会相对太高 太高的结果不利于一个国家的 均衡的统治 所以这个真的 你看历史就是要从众生去看 就像刚才学的那句话 你把它拉长之后 不过元朝的时代啊 事实上原来也很有趣 虽然它破坏很大 不过对比于它在西亚中亚的 这种高度破坏性 它在宋代 虽然也有很多很血腥的一些进程 不过整体来说忽必烈的这个 试杀程度确实是比前面几个大韩 来的低一点 忽必烈相对开明 比如说刚才学校有提到说 蒙哥涵在钓鱼三层被打成重伤 后来不久就过世了 死掉了就驾崩了 蒙哥涵是有呛瞎说 日后要打下河州钓鱼三层的话 一定要给他涂成 涂了再涂 但是忽必烈却赦免了这里 对没错 而且还奖励他们 他们为国尽忠嘛 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一定程度上宋朝的一些不管是物质 精神文明等于在元朝的时候继续继承下来 存留下来 包括了就是在海上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走向 比如说 这本书非常有名 这很重要的一本书 他就在讲说在海上 在元朝 其实他主要是进入宋朝 宋代的海上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汪大渊 汪大渊我们只能知道他是一个商人 也是一个航海家 对他的生平 虽然有很多人做过一些考证 但还是不是那么样的确定 他大概基本上他的生存年代 就是在今天的元朝初年 他的这本书《导遗自略》 这个写的也不是很深 我会鼓励所有的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去买本来看 台湾跟大陆都有出重新的标点本 那汪大渊他这本书 基本上就是把当时元朝初年 当时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尤其在海上 对世界的认识 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论述 包括这些国家的方位在哪里 中国带船要开多久才能到 这些国家的物场 他们的民情风俗 跟中国的关系都写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 我可以这样讲 其实这个真的不难读 不难读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以前读民识的时候 老师最吹长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民识录拿出来 叫你剧斗标点 官方的就难读 对那用字潜财真蛮坚实 但这个真的相对好的 比如说我随便带大家 澎湖岛分30有6 他没有剧斗 但是你看有36个岛 继续相间的大小岛尖刺 隆坡相望 南有七澳居其间 就是有7个港湾有人住了 各自得慈 泉州顺丰二昼夜可至 就说从泉州如果顺丰的话 两个昼夜就可以到了 有草无木土坪不宜河 其实我不用翻译你都看得懂 所以不宜河道 全人睫毛为乌居之气候 主要是泉州人在住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留下 很丰富的一些记录 也代表说当时中国人在海上 其实他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 而且像刚刚讲汪大渊 他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读过书 有一点文化的一般人 以他的写法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坚涩的大文豪 他写的今天也还看得懂 像这个书一直到了近代 才重新被重视 中国人才开始发现自己曾经拥有的航海成就 我跟你讲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个地方 他最远的时候 在往西 他最远记载到今天的地中海的西西岭 这些地方 甚至还记载了一个地方 哪里叫女儿国 女儿国 他讲到女儿国当时 他大概一个景象 一个面貌 他讲到女儿国又称绝岛 绝就是绝子绝孙的绝 岛就是岛 岛月岛 根据考证 根据他的描述 我们来看 女儿国就是在今天的澳大利亚北部 达尔文港附近 北里的这一代 为什么叫绝岛 各位知道吗 就是世界到这边就为止了 就是航线的最南端 以后不会再有 就是你就到这边就为止了 所以你就看一看 当时中国的商船 中国的商人 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 他的活跃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在宋元时期 像王大渊这样的人 经过他很可能在海上 已经有几十年的航行经验 做生意等等 几十年的航行经验 而且这些地方可能他都去过 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么样一个丰富 而且生动的这样一个记录 留给我们今天 作为我们今天考证的一个依据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日本学者所说的 所谓的唐宋变革 说唐中叶之后 中国开始变得内向保守 其实这个说法 其实真的是不太成立的 我们看元朝 当时元朝朝廷有大量的舍幕人 什么是舍幕人 就是中亚西亚人跟欧洲人 最有名的就马可波罗 大家都知道 马可波罗在中国总共待了 大概十几年 十七年吧 我记得 在中国各地到处游历 虽然马可波罗有人说 他可能有些是碰风吹牛 但是他到过中国这件事情 应该是没有问题 他来的时候是从陆地来走的时候是从海上走 你就可以知道他当时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马可波罗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时整个欧亚大陆 在蒙古大汉的秩序之下 蒙古大汉的秩序之下 这个欧亚大陆的水路交通 就是路上跟水上的交通 都是畅通无阻的 这应该又是一次全球化的一个展现 其实这个很有趣啊 就是说一个 这个比较不重视土地扩张 而是以这个 就是说以农业的生产 建设来发展的中国人 被一个以土地扩张 作为自己民族的一个发展 很重要的蒙古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变得格外的有活力了 那蒙古大汉的我们可以说 这个叫天威吧 那你可以叫他淫威吧 真的非常有战略 很少人敢得罪他 所以其实你看元代的蒙古人 我们之前也有跟徐长也在聊 这个前面的侍主跟后面的顺帝执政很久 中间打成一团乱 谁也讲不清楚中间是怎么回事 对但是在其实大部分的民族 还是很怕他的 那事实上除了汪大渊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在民间的 我们可以说他是小人物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他这个著作 我必须遵参他为大人物 对了不起的人 对了不起的人 同一时间其实还有别的书 比如说像真纳风土记 真纳风土字 对真纳风土字 他这个有周达官来赚的 学长是不是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本书 其实他也是可以表现出当时海上 其实这本书也是写的很浅薄 水浅薄就是他的文艺没有那么深 各位台湾跟大陆也都有出标点本 如果各位有兴趣真的可以来看一看 那个真纳风土字主要就是周大观 周大在元成宗时代 是 就是那个忽必队 元世祖之后元朝第二任皇帝 元成宗 这个在位 就刚刚即位没有多久 他当时就奉命到出使这个中南半岛各国 中南半岛各国去宣达当时皇帝的一些指令 所以周大观是全世界最早对吴歌窟 就是今天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文明遗址 吴歌有详细记载的 各位如果将来要到柬埔寨去观光 去吴歌我建议各位就先看这本书 真的里面所讲的就跟今天吴歌窟里面的描述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周大观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他不一定不是光记载 因为吴歌就是宫殿 并不是光记载 当时吴歌王朝的贵族的状况 代表当时中南半岛地区的农村去看一看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记载 就中南半岛农村有大量的华人的村落 在中南半岛地区 他还去跟这些华人讲过话 这些华人都讲 大概有一些大概在宋代的时候就搬下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大概就已经两代甚至三代了 然后他说当地的华人跟当地的土著 也都相处得很愉快 那华人也把先进的一些农业技术 带到这个中南半岛地区 这个记载很宝贵的地方就在于说 当时中国人在宋代的时候 在更早之前比元代还早宋代 就已经开始逐渐向东南亚地区 进行所谓的移民 这个移民请注意 跟西方的殖民完全不一样 他是一种和平的移民 而且他是带着技术 进入到东南亚地区 勇士带居 对没错 带领当地的生产技术更为发达 所以这个当然周大观 据说他也是商人出身 有人叫周达官 有人叫周达官 他也是商人出身 他是用一种比较细虐的语气 看到当地就觉得 因为他觉得自己来自文明上国 但是中国人常常就是这样 看着当地人 比如说哎呀这个穿着都很简陋 生活也是跟中原相比 有人考证周达官可能 可能是今天江苏浙江这一带的人 那当然江苏浙江当时是全世界最繁荣 富庶的地区 来自这个东南亚 来自这个什么 就是说像今天来 你住在上海 然后你跑到这个乡下地区去 尤其是那些道路也没那么通胀地区 去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当然是落差 当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当时就表示说中国不但是当时 对整个东南亚地区 它是一个开放的在海上是开放的 人民之间平民之间的来往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凡 也有许多的华人 因为各种原因到了东南亚地区定居 其实这都是当时中国 跟海外来往的一个写照 所以各位我是建议这两本书 各位这本书 那个真大风土记没有多少 我记得大概就就一两万字吧 两万字不到吧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文字也是很浅显 对 它写得很浅显 而且你们看完就知道口语有一点细虐 有点细虐 有点带我们讲观光客的那种头文在写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 可以看当时中国人看这个世界 它是有开放的眼光 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眼光 它并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就只有中国为我独尊 并没有这样觉得而是说这个我可以接受或我可以去这些不同的地区去观察不同的文明 这还是非常好 而且甚至很多人就直接搬过去了 对就搬过去住了 就搬过去住了 其实我这个有一个脉络 我给就是也帮学校补充 就是说这种世人或者是整族往外迁的这样的现象 在战乱时代很多 比如说三国东汉末年的战乱 就使得应该说西汉末年的战乱 就使得有一些世主就迁到哪里 就迁到今天越南这个地方 比如说很有理到 对 比如说这个在三国时期 这个交州是哪里的 就今天的阳广一直到这个今天越南这一带 当时他的地方的这个老大叫什么名叫世瀉 世瀉这个他活到90岁 也是长寿的 对 但是他哪从哪来的呢 他这个老先生呢 他们家族释迦就是从中原地区迁过来 好像是河南若阳 对 就是当时的西汉末年的战获 然后迁居至此 然后就世代居住 对 世代居住 对 然后就成为当地的头领人 所以其实很有趣了 就是说补充一下刚才学校的 他是住在这边 而且他就在这边经营 他也不是在这边执迷 我全家搬来这边 我也不是 我就是这里的人了 对 他没有统治者的心态 他到了这边之后 就是跟当地的百姓 然后能够水乳交融合为一体 然后还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 带领当地走向进步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 跟西方的后来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殖民 我们从我们就是主持人也知道 我们从一路这样讲过来 其实我们只要把两边的历史发展脉络 摊开来一比较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非常的清楚 作为一个温和保守的农业帝国 其实没有对外扩张的一个急迫性 或者你说一种物资上的一种需求性 所以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 跟西方是完全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其实我这边就是做一个补充就是说 当然很多人说没有啊 唐朝中唐之前武功很强盛 唐朝人也非常敢打仗 确实必须说确实 但这个也因为什么 我们最近用了一个所谓的气候的一个观点 在过去的其实在学校的书里面 这一般教会是比较少教到 比较少说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法国的零件学派 我这个也有跟学校讨论 基本我们都有受这样的一些影响 也就是地理环境会去影响到人的思问 为什么唐朝会武功那么强盛 我认为也是因为他周围的部族很强盛 威胁到他的生存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主要是 对他主要是要解决他的生存问题 尤其当时这个吐蕃人太凶猛了 住在西藏上面你打不上去 他随时下来打你 他这个甚至有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 这个安息都护府 这个当时有两个都护府在西域 那断绝了好几十年 然后他们就坚忍不拔的存活了下来 守了几十年 对守了几十年 这老兵 所以当然还是全部被歼灭了 那后来又有这个什么 又有他这个 包括在河西走行这边 都有一些这个所谓在地人 然后重新起义 然后让义朝 对对对 重新的归顺到朝廷来 所以我们到外来说 主要还是对于对于外部的威胁 威胁到什么 威胁到他的农业的生产区 威胁到他这个基础的生产区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种 另外还有就是技术上也不一样 中国在唐代之后整个造船技术 另外就罗盘的广泛使用 这些都使得当时中国 可以对海外进行比较深入 比较长远的一个探索 另外就长久累积的航海经验 从唐中叶之后到五代这些国家 长久累积航海经验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常说地理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原因就在这里 你看南北宋就是这样 但他在地理上大陆地理上无法突破 那他就要转换他的一个做法 把整个立国形势做一个反转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不过这个宋朝之后 宋元之后来到了明朝 大明王朝 这个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不过明朝 像江域也很大 很多人以为明朝很保守 不是盖长城吗 这个江域是真的还假的 我应该这样讲了 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元璋他打败了蒙古人 把蒙古人赶走之后 大概一直到明成祖时期为止 有人算过明朝总共从明太祖到明成祖 总共发动了10次到11次 大规模的深入到蒙古高原地区进行作战 当时明朝的方法就是 当他也会拉拢一些蒙古部族跟女真部族 就今天的东北地区 女真部族来作为他的盟友 然后深入到蒙古地区去作战 因为当时蒙古人的武力还是非常的强大 对明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对一开始有北约 就顺地退治 顺治明成祖就五度清真 这个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皇帝做到的 五次清真 居士狂人 对 最后一次还死在回来的路上 你就可以知道了 为什么因为他受到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其实没有太久 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中国在大陆上的扩展往往因为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往往因为农业生产的限制 生产力的一个限制 所以使得这些领土都不容易保守长久 再加上蒙古很快就从政旗鼓 很快就强大了 这个威胁又重新开始 所以明朝大概从明宣宗之后 又开始大力的去修建长城 为什么 大概整整修了一百多年 一直修到大概明正德嘉庆之后 收了一百多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北方的威胁太大了 所以虽然说 另外还跟西方也一样 西方曾经有个非常强大的 田沫尔汉国 这个使得当时 当时明朝往中亚西亚方向的这个疆域 大概就是到今天的哈密 他在哈密设了一个哈密位 大概就是到今天的这个 对没错 大概就是到今天的 今天的在上面这边 在火 对没错 大概就是到今天的 火之后就是今天的 今天的鹿番 对 哈密尾大概就是到今天的 新疆的东部 这里 而且哈密尾到了正德年间也丢掉了 也没有办法继续守得住 所以整个明朝在陆地上的发展 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可是就是我刚讲的 过去的技术的进步 长期以来航海之势的累积 这个明朝虽然在大陆上的发展并不顺利 可是明朝却组建了 在第一大发现之前 全世界最庞大的舰队 开始对所谓的 当时叫夏西洋 由当时三宝太监政和所领导 夏西洋 西洋就是指今天的南太平洋跟印度洋 组织了庞大的舰队 开始对南太平洋印度洋地区 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建立了一个海上联盟 所以明朝时期 中国曾经不是曾经 它是中国历史上来朝贡国家数量最多的 来中国朝贡国家部落数量最多的 大概最多有人算过 大概140多个 有140多个 而且绝大部分是从海上来的 绝大部分 这个我们要注意 所以你看明朝它组织庞大的舰队 宣达朝廷的威仪 但是有没有去干涉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内政 基本没有 有没有强迫这些东南亚国家 就是说蒋南天也是把他们消灭 然后建立所谓的殖民势力 也没有 你当时中国 有些国家发生内乱的时候 还觉得郑和 我还帮忙 我还帮忙一下 对 帮忙平乱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人 我可以这样讲 这位就是郑 这个长期以来因为中国 后来因为儒家思想的保守 比较保守的一种倾向 让什么张谦啊 郑和啊 这样子有很伟大的开拓的 对外开拓 探险家 对探险家 的地位 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压 另外这个下西洋 也等于是为东南亚 就我刚讲了 已经有大量移民 中国移民的东南亚地区 也等于是带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等于是告诉东南亚华人 祖国是关心你们的 对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航行的距离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 比起 比起哥伦布 横跃大西洋的距离 要长得多 是 大象很窄 而且他巡航的范围非常大 大概一直到 一直到达加玛这些人 环游世界成功 麦哲伦 对 麦哲伦 环游世界成功之后 郑和的航行距离才被打破 但是请记住 郑和的船队的规模 大概要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 才被打破 所以根据考证史料 以及我们今天找到的各种的水下的文物考证 郑和辖西洋的时候 船队船支的数量 所谓的宝船 宝船就是上分层 大概可以分层 从上到下可以分层5到6层 有非常广阔的甲盘 长大概170公尺 宽大概有八九十公尺 以木造船支来讲 这个是空前绝后的 过去有说 它的排水量可以到1万多吨 这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排水量到达五六千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有九个鬼干 然后当时它的宝船的规模 大概最少最保守估计 大概有200艘左右 超过200艘 200艘的船盾 然后它的船上 有各式各样的人才 除了军事之外 还包括什么裁缝 厨师 工匠等等 乐手 甚至能歌善舞的 舞女歌女都有 还有士兵 这很重要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文明 向各国展现 当然有很多传说说 它是到海外去找 那个失踪的名秽地 有很多传说 但真正的原因 我相信 当然找名秽地是有可能的 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说 像海外 因为当时大陆上发展受阻 对 像海外宣达中国的威仪 在海外建立一个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上联盟网 共同支持整个中国的局势 所以你们看 各位你看 它到穆古都宿 你们看到 在这里 穆古都宿就是今天的摩加迪修 就是今天的索马利亚 又称为非洲之脚 海盗之国 所以当时 正和辖西洋最强大的时候 我们从这张图一看得出来 它的船队大概2万多人 最多到2万多人 少大概有8000人左右 就是一个海上非常强大的 海上舰队 它的船上还配有各种火炮武器 包括最早的反舰导弹 在船上都有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船有多么进步 它的船队 因为你想想看有这么多人 它就有大量的补给的需要 你在海上要吃要喝 对不对 当时中国因为农业技术发达 再加上早期中国有非常进步的一些 腌制的技术 所以有大量的食物都可以搬上船 没有问题 供船上的人员的消费消耗都没有问题 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在技术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可以从事这么广泛 距离这么长的一个海外的经营 但是请注意 中国当时对东南亚的领土 没有任何的实质占领 他最多只有一个旧港宣卫士 但是那个是属于内附性质的 而不是属于他自己去占领性质的 后来中国皇帝还拒绝了 没有派官去 就是当地人已经请你来统治 你自己找一个吧 中国皇帝说你要想念我的话 每一年就来看看我好了 来朝贡政 你自己找一个人当老板吗 我给你印信 我太远了 我没有 其实当时中国的技术是完全做得到的 可是中国人却 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朝廷却加以拒绝了 我们看了 就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 也不过就五六十年之后 西方人就完全用另外一副面孔 就开始在非洲沿岸 开始在东南亚地区 开始攻城掠地 发展他的殖民势 就是我们过去 以前讲过的西普河这些国家 从这个一对比就知道 中国在技术上不是达不到的 我再强调一遍 中国在技术上不是达不到 而是当时中国整个国家的观念 形态 以及整个中国的产业状况 都让中国没有那个必要 没有那样的需求 去发展所谓的海外殖民事业 中国要的就是说 你各国跟中国和平相处 然后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 也就是这样而已 我这边做一些补充 就其中一个 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 殖民的本质是掠夺 对 殖民的本质 殖民的本质是掠夺 压迫压榨 因为只有透过这样子一个 完全不平等的方式 等同来讲就是搜刮 就是可持续性截则语 现在非常流行的网路用语 我持续性的搜刮 可持续性截则语 就持续性压榨 来强化我的母国 全世界上这么多的列强 大概只有意大利人比较奇葩 意大利人是赔钱在经营殖民地 但其他的国家 基本都是用掠夺的方式 你不要看他占了一大堆沙漠 比如说法国占了一堆沙漠 在非洲 照样刮得出油水 想尽办法 这有些地方当然是很难经营 比如说布吉纳法手之类的 但大底还是挂出一些油 卖奴隶就可以了 对卖黑 他实在没有东西 就把你的神卖掉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学长讲的真好 你说技术真的很屌吗 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屌 为什么很屌呢 因为比如说像正和下西洋 他在这里面 他这个宝传 大家有没有看到宝传这个帆 他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的帆是硬帆 帆他是硬帆船 他是有骨的 帆骨的 他是可以逆风而行 他可以像是用风切的方式 用枝质型前进的 所以他其实很不一样 跟西方所谓的软帆 风帆是完全不同的技术 然后还有龙骨 为什么可以照着船 这么长这么宽呢 西方怎么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中国人已经发明出 一种龙骨的一种间接 延长牵合的技术 那这种技术在哪里出现 其实这种技术 在中国的木造建筑就出现很多 中国就盖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天坛 像这种大型的木造建筑 紫禁城 那这种技术 其实你拿到海上 然后再加上一些防腐处理 大部分来说 他就是具有这样高度的工艺性 所以你说这个是吹出来吗 绝对不是吹出来 他是事实上具有这些东西 那当然明朝的开拓 到了晚年的时候 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清朝崛起了 那清朝在陆地上 也是非常的强悍 他比明朝更强悍 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帝国 那学长 这个是不是导致了明朝 慢慢的就是说 本来是一个在海上相对开阔的 然后转向了一个不一样的 不过晚民 很多人说你明朝不是有倭寇 也有实行海禁吗 你明朝真的有海上开阔吗 学长要不要补充一下 龙庆开海的故事 龙庆开海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大概从明朝中后段之后 这个当时朝廷受困于北方 因为北方有强敌 一方面一开始蒙古人还很强大 后来满清的崛起 这个明清战争大概打了快50年 是又是50年 打了快50年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在北方何等艰困 所以当时龙庆开海 就是你讲到这个明神中的父亲 这个明目中龙庆年间重新开海 这个龙庆开海之后 这个中国民间的活力还是迸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从这个明神中万里之后 就有许多以福建人为首的海上集团 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开始崛起活跃 比如说李旦 旦就复旦大学的旦 日本南到东南亚 他们是亦商亦盗 他们是商人也是 我们知道明朝曾经有一段时间 受到所谓的倭寇的侵扰 但是我们要公平的说 所谓倭寇里面是日本人大概占三十分之三 中国海盗可能数量比日本人还要多 只要在海上抢劫的明朝政府 就一律说他们是倭寇的 像李旦这些人其实讲白了 就是倭寇的一个后来的延续下 因为有些被打败了 被消灭 有一些就被朝廷收编了 简单讲 延时期嘛 这些都有 后来李旦之后就延时期 延时期之后就是郑之龙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些人在海上累积巨大的财富 因为他们垄断了当时 我们知道当时明朝时代 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因为非常的发达 其实比起南宋不管多让 所以当时中国的产品也透过我刚讲 南太平洋到印度洋 这海上交易的这样一个管道 实际上再加上还有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说当时欧洲人 欧洲人第一大发现 15世纪16世纪之后 在中南美洲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银矿 尤其是墨西哥 大量的开采 但当时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 掌握了这些银矿开采权 但是这些银矿最后经由我刚讲 这种各种商品的流动交换 最后大部分到了哪里 这有中外学者都做过研究 大概70%都流到了中国 所以中国可以说是当时的白银帝国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70%的白银流到中国 绝大部分没有到朝廷的手上 到谁的手上 就是我刚刚讲这些海上集团的手上 李旦 严思琪 郑志龙 郑家当时拥有巨富 根据当时西方在中国活跃的葡萄牙人 跟日本人的记载 当时郑志龙全盛时期 有商船3000多艘 这个在古代是 捷克船长厉害了 对 这个在古代是 可以说是雷霆万军的数字 标准的航海王 而且当时很多船还会主动挂 郑志龙的旗子 对 没错 他们家跟荷兰人跟日本人 当时荷兰已经在东亚 在印尼这边建立 后来又占领了台湾 在跟荷兰人跟日本人跟西班牙人 都建立广泛的贸易网 简单说是他们家变成一个贸易中继站 就是把中国的商品 卖给这些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的白银就流到他手上 这就是后来郑成功 郑家三代 郑成功 郑金 郑克爽这三代 能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然后利用台湾作为基地 又跟满清政府对抗了二三十年 用的就是这一笔财富 我们如果从一个比较众生的 历史众生的眼光来看 最后郑克爽在台湾的投降 你也可以说是结束了一个时代 就结束了这一种海上集团活跃的一个时代 从此之后满清所建立的大陆帝国 就取得了完全的优势 我们知道满清是一个崛起于 中国东北内陆的一个王朝 满清他自己都讲强功一马 论骑色满洲人是所向无敌 而且青出于蓝比蒙古人还厉害 他最终还把蒙古人征服了 他把蒙古人打败了 满洲人里面有什么蒙古八旗 当作一个很有名的到了这个八旗 最后的战役人叫做什么 升格林庆 升格林庆 你就知道这个人 他为满洲人打仗 还被封为王爷 最后被黏鼻砍掉 满洲人他建立之后 大概到康庸前三代 他不是光征服了明朝跟中国而已 当时的明朝本部而已 他还把他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用在开降破土 我们注意满洲在中国 满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王朝 我们知道满清帝国 他是崛起于中国东北内陆 他是强攻一马 是一个擅长路战的一个帝国 而且非常的强大 满清帝国他我们知道 他比起蒙古人又青出于蓝 他还打败了蒙古人 征服了蒙古人 满清帝国在建立之后的一百多年期间 开疆破土 一方面征服了外蒙古 另外还征服了今天 经过漫长的苦战 打败了今天所谓的准戈尔汉国 就是今天的新疆 另外还征服了青海跟西藏 而且这个征服 满清王朝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征服不是像过去汉唐一样 只是使用那种机密政策 他是真正把它设为行政区 而且社官管理 因为满清政府 满清帝国有一套非常特别的行政制度 就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就所谓的八旗制度 因为他在各地设立所谓的将军 他就比如说 当时他在中国东北 在尼布楚条约之后 就设立黑龙江将军 征服了新疆之后 就设立伊犁将军 卡什将军 在征服青海之后 设立西宁将军 征服西藏之后 在拉萨设立办事大臣 所以他是真正派官 进驻管理 但管理也不是说百分之一百成功 比如说他对新疆管理 始终就不是那么成功 所谓的回乱就不断的 不断的在进行 清朝人心做回乱 是所以其实到了清朝 又是一个新的局面 对没错 那当然我们常讲 中国近代的土地 就是在清朝的时候确议的 很多人其实在考察中国的时候 他就是以清朝的这种扩张性 认为是中国对土地的这种强力的需求 事实上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在爬树的 到底是中国有这种强力的土地扩张需求 还是说其实这里面主要还有跟这个女真人 或者说满族人 他这个独特的这种民族的性格 所产生的 其实也是为了帝国的安全 对当然但是他的扩张性显然是比 比起中国其他朝代都强 对还要这更强 所以我们今天又从这个唐朝后期 一路又讲讲讲 讲到了清朝初期 那时间又过得很快 那最后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你稍微用个几分一两分钟 把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整个中国在你从这个唐朝开始 一直到了明末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中国是一个好战扩张型的帝国 还是其实他主要还是 因于自身的发展需求 然后缓慢的长大 但是更重要的是到处就去交流 然后甚至融入当地 好 简单说 从唐朝中叶之后 中国整个立国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 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北亚跟中亚西亚地区 整个政治状况改变 再加上这个从宋代之后 当然我们如果从意识形态上来讲 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他整个科举考试已经完全形成了 那从宋代之后就是 整个官僚集团就是以儒家 受儒家教育这种保守稳重的 儒家教育的官僚集团为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没有我们过去说的经济上的需求 二方面整个朝廷的意识形态也是比较趋于保守 所以在领土上就没有太大的一个 基本上就是采取守势 简单讲 谈冤之盟或者是所谓的庆立合议 就是跟这个西夏庆立合议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 维持边界的稳定 甚至我牺牲一点领土都没有关系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并不封闭 我们刚刚有讲过整个中国立国形势发生了一个反转 中国开始坐入面海 因为技术的发达长期经验的累积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商品经济的兴起 大城市的兴起 使得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的手工业 是全世界最繁荣最进步 所以经由海上贸易 中国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在技术上 跟航海上面的优势 因此而在东南亚 或者是在其他的利用海上的道路 去建构所谓的殖民地 但并没有 这是跟后来西方历史可以形成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从当代历史 或者从西方的角度去诠释中国 你其实是并不完整的 刚才学长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趴数 那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期我也落了一个 这个标题就是太平洋很大 融得下中美俄国 然后我今天开场也讲这件事情 那到底中国是一个纯粹陆权国家 还是海权国家 其实从中国历史来看 中国既非陆权亦非海权 而是一个以自己的发展为中心 然后以互通有交流 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保守安定的国家 对那因为其实自己的生产力就够 所以中国在宋代在元代 甚至在明代那个城市之繁华 尤其到了晚明时期 那是真的是整个因为银两太多了 他甚至就把纸币都给取代掉 所以纸币就从中国消失了 那个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看到当时的福州城 福州在当时中国用今天话讲 只能算二线城市 都赞叹不已 就是说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城市 可以跟福州比 那我想他没有到杭州苏州去看看 到杭州苏州他可能就目瞪口袋了 所以说我们在讲 这个所谓的到底中国的特质是什么 还是要从历史的众生脉络去探讨 那今天呢 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脉络给趴算 我们还有一段 关于这个所谓中国到底是扩张性 掠夺性 还是他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性 我们后面呢 从盛卿到晚卿到民国 甚至到共和国 这还有一段很多的故事 还运在什么 在下一期 对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感谢 我们这个王立本老师 谢谢学长 好不客气 那我们来互来座谈 不是互来乱讲 我们是非常认真来座谈 大家记得继续来收看下一期 千万不要错过咯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